Hello 大家好 我是比比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愿工作愿自由》 听到书名又是一些 很 eye-catching 你明不明白 《愿工作》 究竟怎样可以 愿得到自由呢 我们常常说的就是 《财务自由》 《时间自由》 这本书所追求 所说的就是 《工作自由》 什么是《工作自由》呢 我简单解释一下 你就会明白我说什么了 我相信听到的你 可能也有一份正职 这份正职通常我们都会叫做 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 就是用英文来说 《工作》和《工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分别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有那份工作 是纯粹你觉得 只是为了帮你去赚钱 去生活的 我们就会叫这件事 为一份的《工作》 而不是《工作》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上班做的事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被动的 就是你这份工作 它的工作要求 是要你做这些事 所以你就去做 去换取一个金钱的回报 这个我们就叫做一份《工作》 那《工作》是什么呢 《工作》就是 很简单说 就是譬如 你是别人的父母的 就是你要照顾子女 照顾子女 你也可以说是你的一份工作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工作》 但是这里的分别 就是和《工作》不同 就是这个《工作》 就算你没有回报的情况下 你也会做的 又或者甚至更进一步 就是可能你做完之后 你得到的满足感 又或者你得到的快乐 是会更加提升了 所以听完这个解释之后 就是《工作》和《工作》的分别之后 我现在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你现在的《工作》 是一个《工作》 还是只是一份《工作》 只不过是 我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 佔大部分的人 可能你的答案 都是一份《工作》 而不是一份《工作》 那就是很悲哀 这件事 但是我相信真的 尤其是在香港 我想大部分的人 他们的工作 都只不过是真的 只是想要一个金钱的回报 那去到这里 可能你就会问 那啤啤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那这里作者就提出了一个 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他都点醒了我 就是说 其实 自由 是工作的心态 不是工作的形态 就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形态就是 你每天早上上9-6 那这个就是工作的形态 就是其实 我每天 就算我是上9-6 但是我都可以 获得工作的自由 那这个就是 根据你工作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是你自己呢 就算没有报酬 你都会去做的事 不明白 不要紧要 很简单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 虽然我现在 我可以说是一周工作 四小时 又或者八小时 但是 如果你要我全联系 去经营这个频道 又或者去做一个说书的工作 其实我也不介意的 就是工作的形态 我是不介意的 就算我要讲书 我要看书 9-6 一个星期五日 我都会说 我是有一个工作的自由的 就是因为 这件事呢 是可以达到一个自我实现 是可以带到给我一个满足感的工作 就算这件事是没有回报 就算没有人去加入我的付费会员频道 就算没有人去加入我的课程 但是呢 我都会很开心去做这件事 因为在我做这件事的过程当中 我已经是得到我想要的满足感了 那这个呢 就是作者称之为的一个工作自由了 而听到这里呢 可能你又会想 喂 宝宝 你说到这样 是不是有呢 想说去呢 就是要我们发展副业啊 那不是 不是 大家先听我再说下去 就是 就是作者提到呢 其实我们 我都很明白啦 当你有一份全职业工作 但是 你又觉得很痛苦 不是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第一样做的事 当然 就不是去退休了你的份工 就算你要发展副业 我也不会叫你去退休了你的正职 是吧 那作者在这里提到呢 我们第一样要做的事呢 其实就是 首先呢 要认清回呢 我们工作上 令到我们痛苦的原因 是什么呢 而有一样呢 很吊诡的事呢 就是 我之前呢 就是说另一本书 The Simp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那本书呢 其实里面也有提到呢 就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幸福感 快乐感 成就感 其实是来自于呢 解决问题的 也就是说 我们工作上 现在面对着的痛苦呢 我反过来 就是我不是叫你退休了份工 我反过来 我是叫你呢 正视你列出来的 这些令到你痛苦的原因 而当有一天呢 我们真的正面地面对 去Do Hard Things的时候呢 就是另一本书啦 又是Do Hard Things 选难的那样东西 来做 你一直在逃避的那样东西呢 就是一直令到你呢 工作上 越来越痛苦的原因 那现在呢 我就是叫你第一步 不是退休了份工 而是呢 去正视 令到你痛苦的那个根源 很多人呢 说他份工 未必是他想做的事 但是呢 现实是没有那么理想的 不是每个人呢 都可以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的 但是一个 折冲一点的方式 又或者是 你可以说是一个 现实一点的方式 去令到我们的生活 的幸福感提升呢 就是 透过解决问题呢 去获得这个成就感 和幸福感了 而动力这件事呢 又是很吊诡的 就是我知道大家 很多人都觉得 上班呢 很没动力啦 因为如果你上班 那份工呢 真的不是你喜欢的呢 其实就算有金钱的回报 其实都是不会令到你呢 发自内心 去有动力 去想上班的 因为这个 是比较深层次的 就是 很多人都以为呢 就是有钱 是得鬼推磨的 但其实呢 你看回你自己的行为呢 其实是未必的 就是因为 甚至是 那份工 是带到给你金钱的回报 你每个月有良出的嘛 是吧 但也都不见得呢 你每一朝呢 很渴望去上班啦 很有精神 很有活力的去上班 也都不见得的 那我之前都说过啦 就是 就是 当你的年收入呢 是过了 七万五千元美金的时候呢 其实再多的钱呢 是不会令到你有更大的幸福感的 那这个是一个研究说的啦 当你的年生过了这个 结金额的时候呢 再多的钱呢 其实是没有办法令到你呢 更加开心的 好了 来到今天呢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就是 那 啤啤 你说到这样刚刚 那是不是呢 都可以尝试一下呢 将我们的兴趣 发展成一个呢 事业呢 那 其中一个方法 可以的 当然啦 这件事和你的正绩呢 是没有冲突的 我之前那么多集讲 自媒体创业 那么多集讲 podcast创业 都所说啦 就是 我不希望呢 你们缺了你的份正绩 相反啦 我希望这两个东西呢 是同步进行的 但是啦 今天的这本书呢 on top of呢 我叫你放了工去 发展你的副业之外呢 就是这个point之外呢 我想说到一件事就是 书里面的作者提到呢 很多时候呢 将我们的兴趣 发展成一个职业呢 都未必呢 会为我们带来最大的幸福感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虽然呢 你已经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呢 很多时候的 就是现实情况就是呢 兴趣 为什么会是你的兴趣呢 就是因为你可能对这件事呢 去给我们呢 去获得一个成就感啦 因为你对这件事已经是很熟悉了嘛 那你往后的发展空间 就相对会小了啦 那所以这里呢 又是去回一个 我一开始说的那样东西 就是怎么样可以令到你有满足感 就是do hard things 就是做难的那样东西 而which is呢 好坦白说 自门体创业到我来说 就是带到给我最大的满足感的一个位呢 并不是说书 而是呢 在做这一门的副业 这一门的生意的时候呢 克服的种族的难题 尤其是呢 可能有关于一些呢 销售上的策略啦 business上的策略啦 经营上的策略啦 反而是呢 克服了这些的难题之后呢 是会带到给我们呢 更大的成就感 和幸福感的 就是因为 这些东西呢 很多时候呢 你真的要做了一人创业呢 你才会去做这些决策的 就是很多时候你打工呢 是未必需要考虑呢 这些的问题的 那这样呢 亦都是我觉得 一人创业很有挑战性啦 还有 令到我获得最大的成就感 和幸福感的地方啦 而这件事呢 亦都是呼应回 这本书里面所说的 就是 我不觉得工作痛苦 而我做了自门体创业之后呢 我也都不觉得呢 我是有一个很想要快点退休的感觉 那就是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但是如果我一开始的职业是自媒体的话呢 你自己是老板的话呢 其实呢 你是未必会有 很想退休的这种感觉啦 就是因为 你不断在这个工作 获得成就这样呢 那这件事呢 就正正做到 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 工作自由啦 自由 从来呢 都不是 你翻几个钟啊 不是一个形态上的问题来的 是一个呢 心态上的问题来的 所以呢 总结这本书呢 就是如果大家觉得 现在你的 翻的工呢 只不过是一个job 不是一个work的话呢 那我很希望 大家呢 第一呢 尝试去呢 解决一下 你工作上的难题 做难的那样东西先啦 第二就是呢 尝试 是真是 下班的时间 尝试一下 发展一样呢 你的副业 想一下那样东西 可以是些什么 那如果你对podcast 创业有兴趣的 可以按下面条link啦 那加入我的过百位学员 和他们呢 一起上堂 一起学习啦 如果你觉得呢 今集对你都有一点点啟发的话呢 可以给个like 还有留个深深comment啦 那让我知道呢 是有人想听呢 这类型的content 那我会分享多些啦 我是比比 下次再见 拜拜